成为神的仆人与领袖 我们必须非常重视一件事情 就是顺服的功课 若是领袖不能顺服神 很难被神来使用 我们可能很容易从圣经当中 找到许多失败的案例 比如说扫罗王 他总是降服自己的本身欲望 却常常将神的旨意排除在外 结果最后上帝离弃了他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 神吩咐他们要照着神的方式来 安排会幕中的器具 不论是法会放在哪里 登台的位置 都照着神的方式来执行 那摩西个人没有任何的意见 他也没有问上帝 为什么要这样子放 那可能神在摆设位置有其意义 但是摩西就是谦卑的顺服神的意思 反观我们可能在礼拜堂的摆设方面 圣餐桌要放哪里 情要摆在哪个位置 我们都要推敲一番 甚至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就忽略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的顺服神 神若是要我们摆在比较恶劣的环境 我们愿意吗 甚至在服侍的方面 神若将我们放在不明显的服侍 或者属于比较没有人愿意做的服侍 一般社会甚至视为卑微的事情 我们都愿意吗 比如说有的牧师 神呼召他去关心一些酒店陪酒的小姐 他们是被人视为那不好的 看为差劲的 但是这位牧师却以耶稣的爱去关怀他们 进入他们生命转化他们的家庭和信仰 从一般人的角度或者一些基督徒来看 这好像是上不了台面的 但是他就是这样顺服神做那美好的善工 所以人家封他是酒店牧师 所以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 我们要预备好如同亚伦和他的儿子 要用水来洗身 这是表示要被洁净 要圣洁 要用高油涂抹 表示要瘦膏 能被神来使用 这是要分别为圣出来 你我的服侍也应该如此 先顺服 必须先洁净 圣洁合乎主用 被圣灵来高抹 才有能力去服侍 当他们这样做 神的荣耀就降临在当中 在三十五节 神的荣耀就充满了整个战略 他们从云彩和火柱当中 不断的引导他们继续往前 或是要停在原地 或许你的服侍正面临困境或挣扎 你不明白到底要往前 或是停在原处 想想摩西 他要引导整个百姓进入迦南地 是何等的荣耀 但是有神明显的带领 一切都成为荣耀的 盼望你我一起来经历 摩西百姓所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